就把时间交给TJ 大家好 那我已经就是有提案 我上次是第一次来 那这次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提案 然后也欢迎大家一起来 那我提案是 就是请大家一起来研究政府资讯公开的问题 那其实 大家可能比较熟的是 比如说去要资料啊等等的 但是资讯公开范围更广 它其实是涉及一套法律制度 当你比如说你在那个data.gov.tw 那个网站上面要 资料要不到的时候 可以透过这个法律制度去 有一些正式的行政救济 那好处在成熟国家 这都是NGO、NPO还有新闻媒体 用来监督政府的一个好工具 可是在台湾其实成效不彰 那我直接给大家看这个 人家整理的资料 就是在全世界128个国家里面 台湾是排名倒数的 第118名 它政府资讯公开的法制非常差 甚至比中国大陆还要差 我们做这个计划就是希望说可以改进这个现象 其实里面问题很多 更进一步的问题 大家可以参考我的简报 简报档在那个提案那边有 欢迎大家等一下跟我聊聊 以前过去比较有名的例子 就是交易部客观案等等的 好 那之前GV有做过一个研究 可是它的资料比较不一样 那就公共参考使用 那主要是他们做的是data.gov.data.gov 网站上面的讨计资料 没有实验介入 然后我们这个主要是希望说是 透过公文的方式去测试 进行压力测试 看他们到底会不会同意 好 那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问题 大致上的方法就是我们会做些研究设计 然后去公文去具体提出要求 请他回答 上次是零定度 这次已经做了一些进度了 包含就是我们先去找一个压力 边界案例进行测试 就是说我们行政机关都会拒绝公开 可是人民告到法院之后 法院判决要公开的这个案例 我们就打算拿这个案例去测试 那已经爬虫了 爬虫抓了一些资料 然后接下来要标注 今天预计就是把我们几个判决 把它标注起来 这个是结构化资料 那我们需要 今天需要的人是 短期需要的是大家来一起标注 那长期需要就是大家一起做这研究计划 可以进行压力测试等等 写公文等等的 欢迎这套科学家 好谢谢